野人山是未经开发的原始丛林 里面不光有剧毒的瘴气 还有毒蛇 蜘蛛等各种毒物 可谓是危机四伏 当地人都称呼它为吃人骨 可为了回国 远征军僵士们只能翻过野人山 很快 他们便遭遇了成群的马黄 和无孔不入的蚊子 因为缺一少药 很多重伤员在刚刚进入丛林不久 就失去了生命 战友们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悲痛 将他们的遗体面朝祖国安葬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远征军的将士们持续不断地遭受着伤亡 有的人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来 翻开他的尸体 你能从背面看到大量的马黄 很多人因为被蚊虫叮咬 而感染疾病 杜玉明也不幸中招 只能靠士兵用担架抬着走 有相同经历的还有戴安兰 他在与日军作战的过程中腹部重担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再加上连续多日的在丛林里奔波 戴安兰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在离祖国还有一百多公里的时候 他耗尽了最后一次力气 在弥留之际 戴安兰叫来了副市长 嘱咐他一定要带着弟兄们回国 说完 他提出了最后一个愿望 那就是让人搀扶他站起来 再看祖国一眼 戴安兰注视良久后 闭上了双眼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现在是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戴安兰牺牲后 他的部下历经千辛万苦 将他的遗体带回国内安葬 在野人山里奔波了七十余日后 远征军终于返回国内 上万人牺牲在了野人山 再进入云南后 还有不少伤员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牺牲 为了不让他们暴施荒野 战友们就地取材 将遗体装入汽油桶中掩埋 准备等抗战胜利了 再将他们重新下葬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和解放战争的爆发 这群躺在汽油桶里的烈士 慢慢被人遗忘 直到2017年 他们才被云南村民们发现 如此大好年华 就这样被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夺去了 实在是令人惋惜 正如那句话所说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